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林子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 港股收市的情况 先看恒指方面 今天最多跌过千点下来 收市跌幅收集 全日跌330点 收到22113点 企稳在22000楼上收市 全日跌幅大1.4% 国企指数跌127点 收报7914点 跌幅大1.5% 科指跌178点 收报4978点 大市成交缩减 全日3103亿多 都不算少 但成交状况比昨天有减少的情况 这次和大家看一份大港报告 内房股最近炒得很厉害 摩通发表一个报告 警告大家 如果高追内房股 要面临一个比较高的风险 摩通认为 由情绪驱动的中资地产股 反弹的行程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因为现在估值偏高 在目前水平继续追升 可能面临一个高风险 摩通分析师报告说到 现在估值水平 已经反映了和恒大危机爆发之前 相当的经济环境 这是不合理的 近期宽松措施的力度 实际上 没有部分投资者预期那么强 摩通也认为 房地产销售数据仍然疲弱 如果财政刺激措施的力度 低过预期 便会出现一个获利回吐的情况 多数投资者预计急升的走势 会在10月中旬结束 而在情绪驱动的升势中 很难由估值角度 去有恒量潜在的上升空间 摩通就称赖房地产行业中的物管股 理由是因为估值相对较低 首选就是云地 满满涨生活和保利物业 大家如果要追内房的时候 都要注意风险 以及看看会否即日短炒为主 因为波幅始终较高 另外市场今天遇到急升以来 第一个回调 渣打出了调整恒指区间 渣打说到 9月24日内地公布了 包括减息支持楼市和稳定股市 在内液措施以来 恒指强劲升超过两成 目前股值仍然合理 而且投资者的持仓仍然偏低 所以他们对近期的动力 或者持续的升势 持有谨慎乐观的看法 渣打在6月下半年 环球市场展望中提到 恒指乐观的情景是2万至2万2 由于政策刺激力度已经超出预期 他们的基本情景区间 更新为2万至2万2千5 而渣打也提到 上升的趋势可否持续 将会取决于重大的财政政策 和发债的支持措施 能否及时有效落实 通松压力是否可以消退 和信心恢复 地缘政治风险等等 会否减轻 大家可以留意渣打这份报告 最后看到一个版块 就是平概股 又是JP 调低了iPhone的总销量预测 他们说 产品周期表现强劲 但高端机发售缺乏动力 但与过往周期比较 高阶机的发售缺乏早期动力 所以将iPhone的总销量 由原先预期下半年1.3亿部 调到1.26亿部 可以见到香港上市的平概股 都要下跌 2018年全球跌大3% 收报31.5 信誉方面 跌大3% 收报57.4.5 1415高位电子跌大4% 比亚迪电子方面 跌大6% 大家留意这个版块 这次亦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还有其他直播节 明天再见